前不久 美国的航母在五国南海附近居然迷失了方向 说出来都让人耻笑 简直是划了天下之大忌 要知道GPS系统是属于美国人的 向来只有它制裁别人的份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国把南海附近的GPS航标 换成了我们自己的北斗航标 没有装备北斗导航设备的航母自然就成为了睁眼瞎 随着近些年北斗三号卫星频频发射 标志着我国北斗导航系统逐渐走向成熟 可以为全球提供导航服务 想必大家的手机上也都装备了北斗导航 但是你知道吗 我国北斗导航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受计了屈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本期内容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北斗导航背后的故事 看看北斗导航发展过程中那些令人心酸的往事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 既可以回顾往期内容 又不会错过未来精彩内容 说起北斗 很多人有一个疑问 既然已经有了GPS导航系统 我国为什么还要发展北斗呢 其实这主要还是出于军事安全上的考虑 发展到今天 GPS已经应用在了军事民用等领域 甚至我国的东风系列导航 也利用了GPS导航 如此一来就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 如果我国的护国神器需要受制于人 那还叫什么护国神器 要知道 GPS并属于美国空军 决定掌握权向美国人手里 虽然目前对全球免费开放 但一旦发生冲突 美国就可以关闭GPS系统 或者对数据进行干扰 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 美国这种不讲武德的事情 已经做过很多次了 比如在1993年7月23日 美国无中生有的指控 中国银河号货轮 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材料 运往伊朗 为了让银河号停下来 美国局部关闭了 银河号所在海区的GPS导航服务 导致银河号失去了方向 不得不停留在原地 银河号事件 可以说是中国开放以来 受到的歧视大辱 这件事情以后 我国就加快了海防 和卫星导航事业的发展步伐 篇幅有限 这里不展开讲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事件感兴趣的话 本期内容点赞过一万 我就连夜出一起 关于银河号的内容 银河号事件之后 我国认识到 发展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性 于是1994年1月10日 北斗一号正式立项 经过一系列的理论验证和建造 最终在2000年 成功将北斗一号的两个卫星 发射入轨 完成了我国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 虽然京度只有200米 但这标志着 我国成为继美俄之后 第三个拥有 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这还远远不够 为了提高京度 和覆盖更广泛的地区 就必须发射更多的卫星 但太空资源 讲究先到先得的原则 美国和俄罗斯的人造卫星 因为起步早 占据了太空四分之三的优质评段 按照国际电联的规定 要使用太空评段 必须要提高申请 并在七年之内发射成功 否则就需要重新申请 一旦我们申请失效 极有可能被其他国家戒户 所以北斗二号卫星 必须在2007年发射成功 一般来说 一颗卫星从研发到发射的周期 大概需要五年 但是北斗二号项目 直接到2004年才开始立项 也就是说 留给北斗二号的时间 只有三年 当时正在进行 卫星导航研发的 有中国北斗和欧盟的加利略 我国缺少相关技术 而欧盟缺少研究经费 双方正好可以彼此合作 却一长不短 但没想到的是 中国拿着钱准备 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却遭到了欧盟的冷板凳 不仅资料对我们严格保密 技术细节也不告知 甚至直接把我们国家 排除在了核心协作权之外 地位上还不如一些后面进来的国家 另一方面 我国北斗导航 还面临着一个复杂的技术难题 那就是高精度的原子钟 原子钟是卫星导航系统的核心部件 它的精度直接决定了卫星导航的精度 但当时我国技术还不成熟 且其他国家也不愿意出售 经过一系列的谈判 最终一家欧洲企业愿意出售这款产品 但是由于在质量和供货时间上故意拖延 差点导致我国北斗二号项目失败 最终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要不受制于人 就必须要用上我们自己的原子钟 但发射在季 我们能做到吗 答案是肯定的 其实早在1996年 我国就开启了原子钟项目的研究 这个任务交给了中科院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主任梅刚华 当时我国国内的原子钟 在性能上跟国际水平相差着两个数量级 其他方面更是一片空白 由于没有设计图纸 研发团队只能根据基本理论一点点的摸索 这一搞就是十年 十年时间黑发人熬成了白发人 终于在2006年 梅刚华团队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研制出了第一代原子钟 帮助北斗成功拿下了珍贵的平端资源 正是科学家十年如一日的研究 才让我国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转为为安 但他们的名字却心少被我们提起 请大家把感谢打在公屏上 在解决了原子钟的问题之后 我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又开始了开挂一般的发展 也让欧空局真正体验了一把什么叫做中国速度 2007年开始之后的六年间 我国共发射北斗二号卫星共16颗 速度之快令人砸折 甚至在2012年我们还玩起了一箭双形 彻底让欧空局傻眼了 直到我国北斗二号建成 欧空局送上天的卫星也不过只有四颗之多 从2017年11月开始 中国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在32个月中发射了30颗 北斗三号组网星和两颗北斗二号备份星 以越军一颗星的速度 创造了世界导航卫星组网发射的新纪录 美国的焦张举动为自己引来了很多对手 除了俄罗斯以外 伊朗也是美国不得不重视的关键目标 到现在为止 美国和伊朗仍然处在较量 据环球网引援美国军事网站报道 美国对位于伊朗和叙利亚边境的建筑物进行了空袭 而这些建筑物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在对伊拉克的美国人员和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的重要支撑 显然 美国此举就是打击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虽然美国曾经宣布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但两国的紧张气氛并没有得到缓解 双方依然在各个领域互相较量 虽然美国这些年来的制裁 确实使伊朗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但伊朗的军事实力依然非常强悍 且不说其他 单是弹道导弹就足以令各国忌惮 不过 美国却对此不以为意 这和GPS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 弹道导弹必须依靠导航来实现精确投射 而在我国北斗面试之前 GPS是占据垄断地位的 因此 美国认为 只要GPS掌握在自己手中 伊朗就很难利用弹道导弹来对付美国 但这种局面 已经随着我国北斗导航的面试 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我国北斗导航 已经能为全球提供服务 这个消息 对很多深受美国制裁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 这意味着 美国已经不能再通过GPS来控制各国 要知道 在这之前 美国常常一不高兴就关导航 导致很多国家较苦不跌 我国北斗导航的面试 对于伊朗来说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不再受美国控制 伊朗和我国签署了 为期25年的 北斗导航全面合作协议 俄罗斯专家表示 该协议实施后 美国在中东地区将面临巨大损失 很多人好奇 伊朗使用北斗导航系统之后 就不再惧怕美国故意关闭 GPS信号了吗 这是肯定的 伊朗使用北斗导航系统 不仅不受美国影响 还将在很大的程度上提升战斗力 目前 伊朗军队只能使用美国民用的GPS 定位精度比较差 军事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当换成我国的北斗导航之后 伊朗不仅可以精确打击固定目标 还能攻击移动军事目标 显然 我国北斗导航对伊朗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至少伊朗可以不再被美国干扰 这样一来 美国面临的威胁就非常大了 一旦伊朗发起攻击 那美国就危险了 由于我国北斗系统的强大性能 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国家都在使用北斗系统 服务范围覆盖200多个国家 抢夺了相当大的GPS市场 那么面对北斗如此强劲的势头 美国为什么不加以制止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